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主要是要延續著前一集 來具深入探討三角形三顆星所帶來的複雜的問題 那我再強調一次 當然我們介紹這些比較有一點點深度的問題 當然是因為你們可能會遇到比較難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包括學家為什麼會有要教這樣困難的問題呢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希望在困難的問題裡面呢 帶你們去充分的比較和探討三角形三顆星的內容 核心還是在三角形三顆星的基本性質啦 那只是說我如果單純的考基本性質 你可能就貝貝就算了 你可能不夠了解它實際上運作起來是怎麼情況 還有就是要帶大家去練習思考推論尋找線索 來看看這個問題囉 有一個三邊嘗試三四五的這條三角形 他的內心是I 重心是G 求IG 同樣的這一題我們沒有附圖 因為希望你們可以自己畫 三四五 那你要畫重心一樣你要先畫出外形齁 就是中線啦 那這樣子的話內心會在下面一點點齁 他要求這一段啦 IG 那這樣這一段會是多少呢 那一般齁解決這個問題齁 就有一點點技巧 一般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會使用到一個 我們在國中比較少看到 到高中就蠻常看到的一個做法 叫做做標畫 那並不是說 座標畫我們其實國中就學過了啦 座標我們本來就會 那國中之所以很少看到它的原因是因為 國中的問題通常不會難到需要以座標來表示 才能夠找出線索 那以這一題來說 假如我們把B點當成00 那透過我們前面齁多次的討論 你應該知道齁 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I這一點其實會是11 而G這一點呢 那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 就是說 呃 因為這裡是中 這裡是中點嘛 斜邊終點 好那所以這邊補過來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那個時候說 就是這是高的一半嗎 然後這個是底的一半齁 所以其實歐呢他會是1.5 然後2 我們寫2分之3 2好了 對不對 這樣子齁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 就是中線的中線 所以歐點歐點外星是2分之3 然後2 那G點呢 G點是他的3分之2 對不對 所以G點齁 歐的X是2分之3 那麼G的X是他的3比2 2分之3乘以3分之2是1 然後歐的Y座標是2 然後G也是他的3比2 所以 這個 2分之4 欸 2乘以3分之2是3分之4 所以他是1 3分之4 然後I的話是1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欸 其實IG是 他們X座標是一樣的欸 就是說這兩點是牽指的齁 還蠻難 就是在你去做標話之前 其實你還蠻難去肯定說他一定會牽指的 那這樣子的話是3分之4-1啊 3分之1 可以嗎 好那這個是 IG的算法 他說我現在有一個三角形 我不告訴你三邊長 但是我跟你說 重心G呢 他會帶來第一條中線叫做A A珠是12 第一條中線是12 第二條中線 BE是9 第三條中線CF是15 這是12 這是9 這是15 那問你三角形ABC面積應該要多少 那這個題目呢 是特殊設計的題目 我們要說就是 並不是隨便的三角形 我給你三條中線長 你都一定可以求出來 要到高中的話就有可能 在國中就不可能 那所以說 我給你三條中線長 要怎麼求出整個三條形面積呢 他有特定的算法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一集教 我也是覺得這一題 沒有很很豐富的思考 他有很特別的想法 很特別的算法 那 來看一下 因為 AD長是12 那重心會把這個中線分成2比1 也就是說上面是 8下面是4 我們不要用咖啡色 太深了 用橘的 上面是8 下面是4 可以嗎 OK 然後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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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9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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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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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 B1 B1 這裡也會是4 這個題目已經事先畫給你了,如果他連 這一步都不畫給你,那這個對國中生來說整個就太難了 通常你們會在國中有機會看到的話,他會把這個付給你 那這樣子的話,上面下面就都是4 也就這邊會是8 可以嗎? 那這裡要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我們要連接BK 那因為這裡你有發生這個對角線互相評分,因為他租是終點嘛 所以其實呢這個 BGCK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CK呢其實會等於BG 是6 那在,所以剛才的第一步,其實是要把所有線段全部標出來啦 那第二步呢,你發現這裡是6之後呢,這個 680,所以三角形CKG呢 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可以嗎 可以嗎 三角形CKG呢 他的面積是6乘8除以2,124 也就是說 就是說 三角形 CDG呢 CDG呢 是他的一半 是12 我現在圖綠綠的這個是12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他是 他應該是 整個上行的6分之1嘛 所以整個上行ABC是72啦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還蠻不容易想像的 那最不容易想像的 點呢,其實就是說最後你會討論出來發現這裡其實是直角 這樣子 那 其實這個是直角,這裡也是直角 所以這個斜邊是8平方加3平方 64加3 7更好 73 很醜 可以嗎 那這是這個問題啦 他有特別的解法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來 我們在上一集的這個 課程裡面 去綜合的討論了許多有關 三角形三顆星 然後在 不同的情況下 去做比較 那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這樣子的問題 讓學生去充分的 比較和探討 三角形三顆星的 一些特色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如果今天這裡有兩個三角形 一個是 內心,一個是重心 內心I,重心G 那一樣我都過這個 內心做一條平行線,平行BC 過重心做一條平行線,平行 也平行BC 然後問你 問你這個三角形 A,D,E 的 面積和 大三角形ABC的面積比 這個 和這個的面積比 會不會球 如果是這樣子 他其實除了問面積還可以多問一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順便來算一下 求周長 A,D的周長也可以求出來 然後這個 就這個A,D跟這個A,D的周長也可以求出來 那他跟一件事情有關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因為內心是 是腳平分線 的焦點 所以平行 遇到腳平分線 會出現 等腰 所以這裡 其實是等腰三角形 同理 這裡其實也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 因為 這種問題我們前面看太多了 所以我把這個步驟省略一下 寫 我們直接說明 就是說到說這個 第1線段 第1線段 這裡的第1線段 這一段會等於這一段 這一段會等於這一段 那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三角形 我們剛剛講三角形 A,D,E的周長 他的周長呢 在這個圖裡面 A,D,E 這一段加上綠的 這一段加上 粉紅色 所以他其實在這個 這一體裡面 他會等於 A,C加 A,B 也就是 28 這樣子 可以嗎 然後因為這是三角形 三角形裡面有一條平行線嘛 所以 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三角形A,D,E 會相似於三角形A,B,C 那他們的邊長比呢 就會等於周長比 我們剛才算出了三角形A,D,E的周長是 我們剛剛算出三角形A,D的周長是28 就是 A,B加A,C 然後那 A,B,C的周長呢 A,B,C的周長其實是 40 對不對 所以邊長比的話呢是 7比10 那麼面積比 就會是49比100 就是 這是這個圖形 好,我們再看一次 因為這段等於這段,這段等於這段 所以他的周長 實際上是這兩條 加起來是28 然後因為他們是相似型 周長比就會是邊長比 所以邊長比 是28比 大的這個周長是40 是7比10 那7比10的話呢 邊長比7比10 面積比就是49比100 就平方 這樣子 如果是右邊這個圖就不一樣了 右邊這個圖呢 他就沒有像這樣子 等於特色 可是呢,一樣 我們以這條中線 為例 這裡是2比1嘛 因為 G是重心嘛 所以如果我做一條中線P的話 這邊這一段比 這段是2比1 這段比整個是2比3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切入到三角形 ADE呢 他也會相似於三角形 ABC 因為一樣 平行 那個圓 三角形裡面有一條線平行底邊 那他就會是相似三角形 那這個實花的邊長比 就會等於他們的中線比 就是我們在講 像是三角形的邊長比就會跟他特殊線段的比是一樣的 所以會等於他的周長比也會等於他的 中線長的比 也就是2比3 那所以面積比是 14比9 可以嗎 好這是這個問題 那你看這兩個圖 差蠻多的了 如果今天 我有一個直角形 三邊長是345 內心I 問你 從I到直角 這條多長 如果是 重心G 從G到頂點 這條多長 內心I到 斜邊 這條多長 重心G到斜邊 這條多長 那這個有一些我們其實都算過了 那 來看看啊 這個可以 其實可以當作業 那因為我們作業出別的了 所以對 在這個在我們課堂上討論 如果這個是內心I的話呢 一樣 我們已經 分析過了 這兩段是1 好這個 直角三角形345的內切緣半徑長是1 那所以這是正方形 所以這段BI是 我寫問號好了 根號2 1比1比根號2 這裡 我把延伸過來 這個應該是外星O 如果這個是5 這是2.5 這是2.5 好就是二分之五 那麼 G呢 BG呢 BG是整條的三分之二 所以三分之二 的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乘三分之二 所以他是三分之五 可以嗎 下面的問題 如果他是做垂線到斜邊 這個會是多少呢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 還是1啦 對不對 好這個問題呢 這個剛才如果你有按暫停自己算 不知道他困擾你多久呢 好他其實就是1 有沒有看出來 那如果他是 G呢 這個呢我們之前討論過嘛 你可以怎麼想 他是三分之一的 ABC嘛 所以他是 432 除2 6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2 這裡 對不對 那所以 問號 等 問號 乘以5 乘以2分之1 是2 所以問號 其實是 5分之4 這個我們之前 其實已經算過 那就是 在考考看 你們有沒有記得 即便是已經學過的東西 也是可以問 那麼很快的來這個說明一下之前的作業 有這個問題 四邊形裡面 對角如果互補 是不是就一定有外接 我們之前在那個 四邊形外接圓的那一章節討論過說 如果一個四邊形要有外接圓 他一定要對角互補 對不對 圓 圓的圓內接四邊形對角互補 那四邊形要有外接圓 一定要對角互補 那是不是一定對角互補 就有外接圓呢 這是我們這一次這個作業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先不要理 先不要理這個 我們是角A加角C 我們先不要理C 好 我們先用AB 做外接圓 那怎麼做呢 就是中垂線 對不對 這樣子 我們將是就做出外 就取得圓心 然後用他為半徑 畫一個弧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C有沒有在 圓上 對不對 我們知道一個三角形一定會有外接圓 所以AB租一定都在上面 那C有沒有在上面呢 我們不知道C有沒有在圓周上 那我們為了敘述方便 這裡點一點P 但是我知道AB租一定都在 這個圓上 因為他是外接圓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裡我們把他命名 把他取個代號叫Alpha 這個無所謂 他就隨便一個角 因為懶得一直寫 叫A 那所以這個Alpha呢 如果這個A是Alpha度的話 那麼這個 BP租弧 就會是 因為他是圓周角嘛 所以弧會殺到兩倍 就2Alpha度 那麼BA租弧 就會是360-2Alpha度 對不對 那如果 如果C在圓內的話那麼 角BC珠 他是圓內角 他應該是 他這兩邊 一個圓的圓內角 一個圓的圓內角 他是不是應該要是 這個弧和這個弧加起來 他所以他不會是 加起來除以2啦 所以他不會是只有一半這個弧 他一定還有另外一部分 所以如果他是圓內角的話那麼這個 BC珠就應該會 大於 他的一半 所以他會大於180-Alpha 那如果他是圓外的話呢 他就會 小於 -Alpha 那這兩個都不對嘛 所以 就跟 原本設定矛盾嘛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要 這個角C在圓內 C點C在 C點在圓上 OK 那我們這堂課就上到這裡啦 然後這個是這次的作業 我們下一堂課呢 會 就是 檢討 之前還沒有檢討過的作業 然後 同時介紹兩個 比較難的 幾何應用的證明 問題 那我們看 這樣就上到這裡